裸裸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如果你第一次瀏覽這頻道的話 我們的頻道主要要就是說一些國內相關 的資訊包括琉宇、生活等等 如果有些特派性的國內新聞內容 又或者是我們香港未必看到的一些新鮮事物 我們都會馬上製作影片通知大家 如果你看完覺得對這類資訊是有興趣的 歡迎訂閱我們 又或者轉發給你身邊同樣對這類資訊感興趣的朋友 大家好 今集主要想跟大家講一講 是剛剛過去的付節假期 有很多港人也都不想回去探親 又或者想去消費 去玩兩天三天都有 其實亦都因為我們很大批的港人要不想 在這段時間裏面 其實包括很多Apps的下載榜 有很多相關於國內的Apps 都是採新了十大的下載熱門榜 其實之前的影片都有推介過一些關於不想消費 是賺食的Apps 譬如說大眾點評、美屯這些都是 不過可能我那個影片裏面 主要都是集中回到一些隕藜式Apps裏面 不過如果你不想消費 其實有很多Apps 包括可能怎樣叫車 又或者租酒店等等 都有些Apps是可以推介的 部分其實都是上了熱門的下載榜 今集我們就來講講 如果你真的未來有一些再不想旅行 又或者經常有機會往來 國內的話 到底我們有哪一類型的Apps 其實應該是常備在電話裏面 方便自己不想的時候就可以用到 先說第一個 也是下載榜裡面的榜首 就叫做快鏈VPN 不過這個Apps坦白說我自己是沒有用的 因為我一直都有在我的影片裏面說過 我是用一卡兩號 而且是香港中移動上台的電話卡的計劃 所以已經很足夠了 變成這個快鏈的VPN 我就真的沒什麼需要用它 如果用過的朋友們 都可以說說到底好不好用 我自己就只是簡單上去看過 到底到底要怎樣用這個VPN 以及收費是怎樣的 我自己看見它的收費 我就覺得一點都不值得 不過很難說因為有時候 可能你用在電腦那裡 而且流量是非常高的時候 而你國內本身有得上網的 那用這個VPN純粹就是 幫你本身可以國內上網的方式 是可以翻牆去看一些 國外的網站或者YouTube等等 那可能這樣去計算的話 這個VPN的價錢就值得了 由於我自己都沒有去購買 這個快鏈VPN的月費 所以我就沒辦法給到意見 不過都可以大概說一說 國內VPN的情況 其實都有人說過 不是很建議大家用的 第一一些免費的VPN 經常會斷的 而就算是一些收費的VPN 都不等於是很好用 所以最好回到國內 都想用一些WhatsApp YouTube等等的方式 都是買香港一卡兩號等等的方式 又或者是用一些上網卡 當然你不是用旅行形式的那一隻 肯定是會限制你的上網的流量 比如說365天給你3GB或12GB等等 但是如果對比之下 我個人覺得要去選擇VPN的話 不是說VPN不好 而是當你的需求量真的 可能回去國內退休等等 是一個很大的上網 而又需要翻牆的話 你才去考慮 否則的話純粹去旅行 我就不太建議是需要購買這些VPN的 好了說完這個VPN之後 就說另外一個比較實用的Apps 我自己都是有用這個攜程 之前都有用攜程訂過 國內不同城市的酒店 當然你不一定要選擇攜程的 比如說Trip.com這些 都是相當之好用的 不過由於我個人就覺得 你在國內訂酒店 其實你用攜程 肯定的資訊上會比較強一點 所以我會偏向在國內訂酒店 就用攜程 當然你實際打開攜程這個Apps的時候 它又怎知是酒店 比如說機票、預訂車 又或者景點換票 餐飲等等 全部都可以幫你代辦 不過攜程並沒有入到 今次一些熱門的下載榜 不過我個人覺得 國內也有很多人用 另外一個多人用的旅遊Apps 就是叫做去奶而旅行 我們最近一些國內的同事等等 都是用這個去奶而旅行的Apps 去預訂酒店 又或者是造車等等 不過我相信香港人 就應該比較少用這個去奶而旅行 如果真的有人在用 又有一個體驗再分享 也都歡迎留言說說 另外再說一些要穩食的Apps 其實之前也提過 肯定就是美團加上大眾點評 在這裡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想說 因為之前那條影片 已經詳盡解釋過一些 怎樣去登記 怎樣去穩食等等的方法 但是反而想說的 就是因為有些人士 就譬如說用了一張深水堡 鴨尿街買的一卡兩號的電話卡 就說是登記不到這個美團 簡單說用了國內電話號碼 就在美團的登記方面 是做不到這個操作 我身邊正正是有朋友 用著這一張鴨尿街買回來的一卡兩號 他初次上去的時候 都是做不到這個美團 和大眾點評登記的操作 後來他就說原來要打到這個人工客服 才可以用到這一張卡 這一款的電話號碼 做到美團的登記註冊 其實美團和大眾點評 之前都說過了 它屬於同一間公司 裡面都很像 不過它是分開了兩個App的操作 這裡只是想補充 如果你是用這些美團和大眾點評的話 就算它讓你選擇香港的電話號碼 去登記也好 你還是選擇國內比較好 因為我本人幾年前 就是用了香港電話 登記大眾點評 到後來疫情期間 我的號碼是異常操作 裡面還有少量的錢 都還沒拿回這個帳號碼 我也不知道怎樣去做 因為它又沒有實體電 應該就要打電話去 真的有人工客服聽到 才可以幫我處理 但我也沒有時間去處理 最後來講一講 熱門的這些下載 相關於國內的App 其中一個當然是有支付寶份 因為最近很多人都有說 就是香港的支付寶 是可以直接匯到錢 回到自己國內的支付寶 所以這件事都變相 令到你擁有國內的支付寶 已經不再需要 捆綁你的銀行卡和國內號碼 直接就去國內消費 這件事絕對是給微信要優勝的 至於香港支付寶怎麼回錢 回到國內支付寶 我之後再找一集開這個話題 這次繼續介紹其他App 再說下去的就是小紅書 其實小紅書是一個社交App 有點像國際上的IG 是給你放下相片 亦都有人是用這個平台作為一個宣傳 甚至直播大貨等等 不過最近他都嘗試開拓一些業務 就是外賣等等這些餐飲 他都會混合來做 所以由於他本身有一個很強的 社交平台的會員數量在 所以他做這些外賣或餐飲的業務 肯定就會吸引到很多人的目光 加上現時很多人找一些資訊 都是在小紅書裡面找的 所以他做這件事絕對是有優勢 甚至可以這麼說 不僅是餐飲和外賣 可能其他生活所需 購物方面的東西 他將來都可以做 說到社交平台 當然抖音在熱門下載榜之列 最近他亦都有一些類似於 推介你去哪間餐廳等待熱務 是滲透在抖音裡面 我自己珠海這邊的成員 都有透過抖音 找到一些餐廳 兼且還有一些特價餐 是直接在抖音裡面是可以選擇到的 所以抖音也不僅是一個 純粹看別人的影片的一個社交平台模式 可以說是很多元化的 一些商品 一些餐廳都可以在上面找到資訊 找到優惠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邊看靚樓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樓安排 沒想到想在哪裡看樓和買樓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適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更可向額外匯震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最後就是兩款地圖兼車 其中一個地圖的APP是有打車的功能 先說傳統我們認識的八道地圖 雖然我也覺得它很好用 但是它的變化是不夠 後面我要介紹的這一款高德地圖那麼好 因為八道地圖 它的名氣夠大 也已經是歷史最悠久最齊全的地圖 不過很多的駕車人士 其實都是喜歡用高德地圖 因為它的GPS定位等等 是會較為理想 駕車人士是會比較喜歡用它 另外由於它開拓了新的業務 好像我們珠海的成員 現時都是用高德地圖 直接在裡面找到 那個時間裡面最便宜的打車平台 然後可以幫它叫到車 直接付錢 就是說它已經兼買了一個打車平台 而且它這個打車平台 甚至乎是一個幫你駕駛駛的功能 剛才我說的打車其實就是叫車 打車是一個較為內地的叫法 很多年前你看一些國內戲 泥耀場都是這樣叫的 叫叫下我們都自己叫慣了 反正你要找一些是這樣的 好像Uber這樣的車 你就是用高德地圖 現時是最新最流行 至於以往我們認識的滴滴打車 其實現時完全進不了三十大的下載榜 雖然已經上架 但是似乎它的市場已經被很多其他 比如曹操出行等等這些打車 吃了它一大部分的市場 上述我介紹的就是最近香港這一邊 二十大的下載熱門榜裡面 跟國內有關的Apps 當然有一部分像我剛才說的葵程等等 就不是二十大 不過我個人都會推介的Apps 如果在看這條影片的觀眾們 都有一些Apps覺得回到國內很好用 其實是覺得我們應該要安裝 然後可能未必那麼多人知道 你都可以在留言說一聲 還有在哪一方面是可以用到 因為我們子家兄弟這個影片的頻道 能夠作為大家互相交換資訊的一個平台 觀眾們去交流意見的一個渠道 能夠幫到各位觀眾的 我們都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之前都說過 有人願意問有人願意答 就是我們這個平台裡面 留言區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有什麼意見 又或者有些Apps真的很值得推介 歡迎留言說說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為了配合業務發展的需要 我們子家兄弟已經再次搬回來 旺角的湖寫新行 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你在旺角地鐵站 一出口出來之後 轉回來尼敦道這邊 去到尼敦道655號 在這裡你可以不需要複雜的登記 直接上到我們17樓這一邊 我們子家兄弟的新地址就是1707A 我們熱切期待你的到訪 向我們了解更多關於灣區樓盤的資訊 又或者商約我們去到現場看樓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置業首選自家兄弟 自家兄弟管家服務 由買樓 驗樓 售樓到裝修 傢俬訂制都全面協助 VIP看樓安排更可在額外獎賞回贈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 找自家兄弟買樓 我們最幫手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了 下條影片見 拜拜